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时无招 胜有招啊 少将军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王霸之气 面对敌人毫无拘损 有蓝魂珠傍身 小薄荷的势力 身不可测 再来 第三把他该出捡刀了吧 傻猫 你输定了 输了 你竟然敢耍赖 少将军行军打仗多年 不知道毕不厌价的道理啊 完了 本将军抄了这个女人的道了 少将军 认赌服输 这三天指不定怎么折磨我呢 我可是堂堂玉离星王子 我还是你主人呢 势可杀不可辱 词学得挺快 那别废话了 这账你认不认吧 喝了酒的男人的话不可信 这样啊 有样学样我也会 我学习能力也很强 好 我欲离星王子说话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嗯 这个玉璃仙舞蹈还蛮可爱的嘛 臭猫看来也没那么讨厌 好 来看 来看啊 真功夫啊 有钱的帮你去吧 你快点啊 我们齐齐 知道了啊 来来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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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丁如 我们来一把 走 咱 我耳朵铃又不是给你赌钱用的 给你一样 给你一样 我干板呢 再压再压了啊 摆定一手 摆定一手 快点开啊 快点开啊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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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三五小 小 小 来 兄弟们啊 压大还是压小 来来来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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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床 这房间 还有这莫府 通通都是我的 还有你 也是我的 又来啊 谁是谁的呀 你是我的 都是我的 我跟你说 今儿要不是你让我赢了钱 我早揍你了 这个疯女人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我现在就甘扮下风 那我以后还有没有 烦神的机会了 不行 本王子一定会扭转秦宽 我要让他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你傻了吧 你傻了吧 本王子居然被这个女人所迷惑 定是这身皮毛的影响 你给我把衣服脱了 你让我脱我就脱啊 我让你脱 你给我脱了 我一会儿就叫你要干吗 那个 少将军说 胡帽放在柜子里容易长毛 所以让我拿出来晒晒 是吧 找我有什么事 是吗 府里新进了一批上好的紫雕 我秘人做成了披风 向大哥赔礼道歉 清云 这毛色 这品质 二少爷没少花钱吧 可恶 居然在我的人面前显示彩礼 小薄荷 好 拿过来 跟我穿上 没了那身皮毛 果然普通多了 我说嘛 本王子怎么会为这种女人动心 你干吗 放开 二少爷可真贴心 你看 多合身啊 我看你送这个披风吧 也不是赔礼道歉 是给玉夫人求情的吧 母亲已在西院回过 她受到了应有的责罚 我此次前来 并不是替她求情 而是诚心诚意地向大哥道歉 你是了解我的 我从未想与大哥争夺什么 我可不了解 少将军的意思是说 他接受道歉了 谁说的呀 冤毒服输你 那接受道歉又怎么能这么简单呢 怎么也得来个握手言和 你别跟我得寸进尺啊 对吧 二少爷 你放开我 我跟你说 你放开我 我动手了 我动手了 你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闪儿 身体恢复得如何呀 多谢父亲关心 已无大碍 好 没事就好 听羽姬说 夫人之事 你并没有怪罪于她 很好 兄弟就应该齐心协力 尤其是在这 这个关键时刻 父亲教导的事 羽儿一定谜记在心 和大哥齐心协力 共同完成这一次的和谈任务 来 这是陛下命令不起草的和谈协议 你们二兄弟仔细看看 这协议需要公主和王子共同签署 想那南平公主一心想要和谈 估计不是问题 关键是 南非得 比较围 金理题美 自依之�ie数种色 色无光玉有光 温含无尽变化 键理为砸实性 eki万事运力大 传之年书 是金礼之年 小薄荷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整到这本书的 你不会是让少将军养鱼吧 这哪是养鱼啊 是抓鱼 抓 少将军在吗 公主 少将军他去老爷房间了 说是有要紧事 你是少将军的 贴身丫鬟小薄荷吧 既然少将军不在 那找你也一样 找我 我听说 少将军因青州一役身受重伤 后娶一官家小姐冲喜 不料冲喜当日 那小姐竟然逃婚了 是否真有此事 确有此事 那官家小姐是谁 为何要逃婚 少将军是否对她念念不忘 公主放心 这少将军是不会对其他女人念念不忘的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帅太完美了 没有女人能入得了他的眼 少将军曾经说过 若优秀是一种病 本王子已经病入膏肓 无药可救 注定 孤独一生 好 少将军 真的是这样 他觉得别的女人都配不上他 所以他不可能喜欢别人 少将军果然是一代豪杰 只有他这种孤傲不逊 眼高于鼎 端倪天下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的钟情 这公主年纪轻轻 就如此眼瞎 可惜 可惜呀 公主 公主不好了 王子他出事了 正廷 怎么样 王子的症状颇为异常 外表无异却元气大伤 是乃气血组织不畅 血欲于理 杨须其先 为什么会这样 难不成是中了毒 这不是中毒的表现 那是什么 王子 面痴气短 手脚冰凉 道汗不断 我推测 是受惊吓后的昏卷 惊吓 谁吃了雄心豹子蛋 敢吓我弟弟 南非德最近两日都去哪儿了 昨日王子带着红昏猪 去了枫月无边 还不让小的跟着 后来 我们隐约听到了王子的喊叫声 便冲了进去 发现王子晕倒在地 红昏猪在地上滚着 是 说 你们对我弟弟用了什么血数 不招的话 谁都别想活着出去 公主 昨天是你们在这里 侍奉南非德的吗 回少将军的话 昨夜的确是我们二人 在这里侍奉的王子 王子还说侍奉得好 便能得到这红昏猪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后来王子喝醉了 不但没有赏红昏猪 还把我们两个赶了出来 还把我们两个赶了出来 后来王子便一个人待在陵水阁 再也未出来过 这枫月无边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的 好 少将军 回禀少将军 属下方才问了枫月无边的其他人 确实如此 昨夜 除了南非德 批判女 应该还有第四个人来过 小薄荷说得没错 虽然陵水隔在二楼 但是通过两侧的阳台 仍然可以进入房间 根据我的判断 凶手身形应该比较小 应该和小薄荷差不多 由于当时王子已经熟睡 凶手从窗户潜入 想要偷取王子的红昏猪 其料王子醒来 两人经过一番打斗 王子率先反击 最终凶手被王子逼到了墙角 可不知为何 凶手竟然在此处扭转战局 并且一招 就击晕了王子 因为凶手 是从窗户出去的 并不是从窗户进来的 鱼鳞 奇怪 这鱼缸里的鱼 从昨天开始就少了一条 少了一条 这鱼缸里明明有三条鲤鱼 现在却只剩下两条了 是吧 这可是契约规定 主人受伤 你也同感 那要是我受伤呢 你受伤 小伯和一点事没有啊 那凭什么 这么不公平 你这么想让他受伤啊 办法嘛 也不是没有 只要主仆血迹 便可主仆同命 谁要跟他同命啊 还好有魂猪 我的恢复速度会快很多 不然我非宰着他不可 一个臭鱼 怎么威力这么大 他不是锦鱼 他应该是来自我们玉璃心玉 边上的鱼心人 看起来和锦鱼是同一种族 他是看到了红魂猪 才上来抢夺的 你确定 那当然了 年轻的时候 我去过鱼心游历 不仅厨艺大又长进 而且对鱼心人了如指掌 要不然 你以为我这一手 炉火成青的烤鱼技术 哪儿来的 这东竹下手可真狠 少将军有令 闲杂人等 不得如内 你听谁的 少将军的 少将军听谁的 你 你的 没错 所以你也应该听我的 好像 有那么点道理 那还不快点让开 好 波欧姐姐也在 原来你们两个这么熟啊 我这么帅气又多金 我想跟谁说跟谁说 你竟然也受伤了 难道 这是主仆契约的一部分 你少自作多情 这是我调制的药膏 涂在伤口上啊 不会留疤的 比金疮药还管用呢 想不到波欧姐姐鱼烤得好 还捐职当郎中 谢谢波欧姐姐 不客气 小薄荷 不客气 小薄荷 准分 一千两 盖不赦账 什么鬼 少将军方才不还自许多金吗 老夫 多谢少将军 请 多谢少将军 麻烦 这边 也行 多谢少年